想要瘦吗?想要减肥吗? 跟着我这样吃,一个月轻松减掉8-10斤 大家都看得出来,我最近瘦了 那么在视频的最后,我会给大家分享我的减肥食谱 前一段时间,我采取了一个高蛋白饮食的减肥方案 21天轻松瘦掉了6.4斤 重点是,采取这个减肥方案的时候,我完全不觉得饿 这个高蛋白减肥方案是由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的称为主任发明的 我们普通人,蛋白质的功能大概在15%左右 那么高蛋白饮食要求蛋白质的功能达到30% 相应的将碳食化物的功能比例从55%降低到40% 脂肪的功能比例不需要变化 这个高蛋白方案要求你每天摄入大概100克的蛋白质 约等于60克乳清蛋白粉加200克瘦肉 高蛋白饮食为什么可以让你瘦呢? 乳清蛋白当中含有大量的量氨酸 它可以给大脑全体不饿了,基本饱了的信号 从而是我们摄入的热量减少 同时蛋白质还能够动员内脏脂肪的代谢 建议大家使用蛋白粉来代替你的早餐 选择纯度为85%以上的乳清蛋白粉 那么所有人都适合高蛋白饮食减肥方案吗? 并不是的 孕妇不乳系的妇女不能使用 年龄建议在18到48岁之间 如果有肝肾功能障碍,也不能采用这个方法 高蛋白减重,见效快 建议那些需要快速减肥的人群 体重基数比较大的人群 采取高蛋白饮食减肥方案 建议不要超过三个月 在控制总的能量摄入的情况下 高蛋白减重可以让你受得更快 不容易饿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减肥方案 在视频的最后 我把我的减肥的食谱分享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对于高蛋白减重 还有什么疑问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关注我,关注Packetian 每天进步,一点点 感谢观看